我覺得他今天講的高度 是很不錯 高度中的高度 他就好像大家的大家長一樣 不但是國民黨的大家長 恐怕連民進黨 他都想做他們的大家長 有超越藍綠的感覺 所以就是說勝者不驕 敗者物餒 有那種看法 而且聽他的口氣 他對在高雄市政上 進一步著力做這個 做這個 還做得滿起敬的 所以聽他的口氣 他真的除非不得已 他選總統的可能性真的是不大 你聽他今天晚上 所以我認為韓粉是應該 我幫你分攤一些你的 等一下大 五位文化 不 草船要借借 因為你被圍剿 我幫你分攤一點 我們都尊重觀眾的意見 不 我覺得我們韓粉 真的是激情 要經過這一場的選舉 也許可以稍微哭蕩 稍微冷卻下來 因為國民黨也不是非韓粉不可 當然不是非韓國瑜不可 當然由韓國瑜帶領 去明年的大選的話 會贏得比較容易 也許席次也會比較多 但是不一定要這個樣子 你胃口不要養得那麼大 今天你要聽聽你所崇拜的 韓國瑜他講話的口氣 講話的高度 他講話所照顧的各個層面 然後自己稍微有所節制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是一個好事 但是所以這樣的話 吳東議上個禮拜 或這個禮拜 所講的他心目中的 這個選舉的初選的制度 大概就是有房磚門檻 或是房磚條款的一般初選 這種情況就非得啟動這個房磚 而到了最後拳戴會的時候 不得不徵招的這個可能性 就相對低了 我覺得聽了剛剛韓國瑜的講話 今天晚上恐怕稍微會比較安心的 是朱立倫 朱立倫 因為這兩天其實的起伏波折大道 因為這個韓粉的陰影實在太大了 這個大道 我如果是朱立倫的話 會講說不如過去算了 算了 不要選了 因為我不管贏5% 贏7% 贏8% 你們都認為我不夠好 但是如果你仔細聽郭台銘 這個韓國瑜今天晚上講的話 如果出於真心誠意的話 我覺得朱立倫是可以比較安心的 再往初選這條路去努力 如果大家仔細的思考一下 國民黨在1.1 2.4之後 我們大勝了 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有改革嗎 我們有改變嗎 我們有做什麼樣的事情 回應民眾對我們的期望嗎 我們所看到的就是 一連串的天王內鬥 各式各樣各種花樣的 黨內初選的計畫 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就剩下那些了 這樣的一個國民黨 就要把所有的重責大量 放在韓國瑜一個人的身上 好像我們只要有了韓國瑜 我們就無往不利了 到哪裡都可以能爭善戰了 連森綠的選區 我們也可以輕易攻克了 這個想法真的太天真了 今天除了韓國瑜出來講話 國民黨的發言人出來講話 天王們要不要也出來講講話 難道我們的天王們 只有贏的時候站在台上 輸的時候每一個人都不要出來了 大家都躲得遠遠的 好像出來講話就是我的責任了 坦白講我看的覺得滿難過的 曾幾何時這個黨 就剩下韓國瑜一個人了 那就請他來當黨主席 請他來當天王 其他人就不要站出來了 民進黨也是一樣的問題 民進黨在自己的選區 選到氣弱猶私 昨天晚上我跟大佬 在友台的節目 看到了簡直傻眼了 那個講到都快要斷氣了 那整個台上的人 每一個人幾乎用懇求的態度 用那種絕望的眼神 你完全看不到一點勝選的希望 你反過來看三重的那個選情 整個選造勢場合的那個氣勢 旺盛到幾乎可以幫民進黨 來做人工呼吸了 民進黨最後就算是贏了又怎麼樣 你在你自己的選區 如果反過來有一天 國民黨在大安區 是選成那個德性 就算選贏了 國民黨有什麼好驕傲的 所以其實今天 國民黨跟民進黨的領導人 應該要認真地看一下 韓國瑜的談話 這場選舉的結果 如果能夠給這個兩黨的 領導人上堂課 那麼讓這兩個政黨 都能夠做一些調整 2020這場選戰一定很精彩 所以這個韓國瑜的談話 是一個高於藍綠的談話 藍綠的政黨領導人 都應該聽一下 主持人 我是這樣看 因為韓市長剛講的 我比較保留就是說 我認為輸了就是輸了 選舉的結果 不管他是綠的基本盤 藍的基本盤 73個區域立委抽了4個出來選 選舉的結果其實就是這樣 當然是不公平的 你是73分之4 人情的冷暖 我相信韓市長之前被修理 什麼北農被踢下來什麼 他看很多 他也看很透 他也非常的清晰說 其實是沒有韓流 只有明星 其實他之前的直播 他也都講過了 我的結論是說 2020的決戰還沒到 下個禮拜韓市長就要出訪 4月又要去美國 5月要去日本 他就照他的既定的 市政的行程去走 先回歸高雄市政的基本面 有沒有必要在 隨堂考的晚上去做決定說 我要不要選 我要不要領票 我要不要出選 不可能 韓市長也會再說 因為2020會有很多變數 不是說明天就2020 我簡單整理一下 這個是最近 最近這一陣子 我舉例幾個韓國瑜的團隊 包括潘恆逊他們 是F1的賽車 賽馬 貓雄 鄧子奇 迪士尼 瑪利亞他的道歉 阿諾習晚心得 這個是火新聞 就是阿諾史瓦辛格 所以我 我講真的會謝什麼 對 沒有 有的人看不懂 網友有的看不懂 我說這些東西我們都不忍苛責 錯的就是錯的 輸的就是輸的 所以韓國瑜跟他的團隊 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今天又不是世界末日 就輸了就輸了 我剛剛韓市長的那個 就很開放 鼓勵謝龍介 鼓勵政治委員 他也恭喜郭國瑜他們 很好 民主選舉就是這樣 沒有我們 所以這個節骨眼去決定說 2020可能快了一點 我請問觀眾朋友 我不是幫韓粉打預防針 如果今天是4比0 如果4比0 難道韓國瑜明天就去當總統嗎 不是這樣子 所以還有很多的變數 大家慢慢看 中文就一條線 第一個我覺得 他撫慰了這一些敗選者 他特別去肯定 鄭世偉 肯定謝龍介 覺得這是一場艱辛的選戰 所以該選區選票 也因為他們的參選 其實有增加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就是個很溫暖的人 他先去安撫了 然後鼓舞了這一些敗選 他知道他們的辛苦 第二個 他也站在 我覺得他很厲害 剛剛大佬好像在擔心說 什麼他會喪氣 失智什麼 一直在呼籲說不要講這個 是你講 我說他不會 我覺得他沒有 他並沒有 他反而把自己跳脫 就是他三兩下就說 沒有韓柳 只有明星 就是說也去化解大家說 韓柳到底有沒有受錯這件事情 他也把它撥掉了 然後他站上一個高度 就是國民黨要檢討 民進黨也要檢討 我覺得他的確這一段談話不容易 然後最後還帶出說好消息 我們高雄郭台銘又要來了 所以你看這麼原本 比較沉重的氣氛 然後大家可能知道說現在 國民黨大家會比較屬於這種 覺得是選書 然後比較失智的情況 聽了一段他的談話之後 好像大家都覺得 心情變好了 對 心情變好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之前王世堅講得不錯 他說神愛世人 他說這個韓國瑜有一種魅力 他其實站上了一種 有點類似宗教的高度 他來安撫大家 然後也來告訴大家說 這個沒什麼了不起 神仙老虎狗 這個就是 選舉就是這個樣子 不過他也點出了台灣政壇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選舉之外 這是人物該做的事情 國民黨要檢討 民進黨要檢討 這個也要檢討 你高雄市政府的團隊也要檢討 大家一起檢討 主要他要幫鄭樹偉 跟謝榮這些打氣 覺得你們兩個已經很棒了 很努力了 然後韓市長剛剛的談話內容 也猶如撫慰人心般的效果 看很多網路上冷聽了以後 也都可以了 今天好像可以睡得著了 不過當然 這個同樣的 民進黨太需要一場勝利 所以民進黨當然不會覺得說 我們不算贏 我們擋下寒流 民進黨的解讀是這樣 民進黨的解讀是賴神還是神 他差點就不是神 對不對 所以從現在開始的 這個2020大選戰正式開打 我剛剛講說賴清德被喊說選總統 被喊選總統他沒有回應 因為他在幫郭國文跟大家卸票 沒有回答 可是要離開 大家現在看 導播馬上掉畫面很快 記者就問他了 有沒有選總統 他就回答7個字 今天是16號 這是7個字 今天是16日 6個字 因為18號才開始林表 還有2天 他是這樣的回答 他沒有告訴你要不要 所以接下來的下個禮拜就是 因為他是下禮拜一到禮拜五 這五天都可以領表 有沒有人會幫他帶領表 或者是有沒有人會去問 你要不要領表 我跟你說明天開始就會有民調出來 明天就有 所以就是說 可是民調賴清德都是贏蔡英文的 對 賴清德就贏的 更強化說賴清德的正當性 所以明天還會有韓國瑜 跟賴清德的民調 剛剛郭國文在感謝的時候 他感謝很多人 特別感謝賴清德 他好像有點 他好像忘記感謝小英總統 小英總統沒有出上例 都是賴清德 哪有 你這樣講他一定會講說我有 因為他只有去栽蜜藏而已 剛才韓市長有說撫怨黨 還有再加上一個台南市政 他的按住就是 不過真的倒話也說回來 就是說剛剛大家看 韓國瑜市長所講的重點就在於 因為這畢竟是 已經拚盡最後一口氣 所有的撫怨黨包含的資源什麼 全部都下去以後 才贏了3千 5千 所以當然以成績上來講 國民黨很少選這麼好 在這樣子的勝率區 可是問題是你看 韓國瑜的 他的直播的下半段 就是跟你講 他非常積極 而且他愉快的他要拚市政 郭台銘要來投資 澳門要買花6千萬 所以這些東西是他接下來要去拚的 所以接下來的這個問題 我相信他會更不願意回答 高雄市的記者再去問說 所以徵召 全代會 4月 5月 6月 他基本上可能根本就 今天不談這個話題 就等這個時間 我們這邊叫有個時間表 因為原本其實國民黨的全代會 7月或8月 你說他會等到8月才回應 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就是3月的大陸之行 跟4月的美國之行回來之後 這個事情可能會再談回來 就是到底要誰出來選 也就是當4月公佈了 國民黨的黨內的初選 總統初選的公告 辦法出來以後 5月要領表登記的時候 這個話題在3 4 5這幾個月 我相信韓國瑜 他暫時會必談 因為他要好好先做市政 之後的事情之後再說